加拿大的医疗是免费,所以很多人有什么事都要去见医生的时候 是不用给医生费,但是我们去药房买药,买药的时候就要给药费 和这个药房开药给你的手续费。 家庭医生跟我们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因为我们只能有一位家庭医生 如果在香港的时候,你有钱可以一天看几个医生,这些私家医生是任你看的 如果你在加拿大就算有钱都不可以,你只能看一位家庭医生 由他去看看你有没有特别的问题,需要跟进 如果有某些专科的需要你去观察,他会转介你去那科的专科医生,由他去跟进你 除了这些特别问题,每年我们加拿大的市民都有一个免费的整体检查 这个整体检查是包括什么呢?他会和你炎血,炎尿,然后听一下你的心脏 基本上就是做这些,如果你有家族性的,比如说曾经有家族性大肠癌,或者子宫癌的话 或者乳癌的话,他会隔一段时间提醒你去做更加详细的检验 苦科到某个年岁,他会提醒你去做子宫颈的细胞检查 所以整体来说,这个一年一次的全面的体检,也算是全面的,也算是挺好的 但是我儿子最近转了工,他的医疗保险是有一个很优惠的提供 他去了一个真是全面性的检查,那里自己要付钱,是$2500加币 他告诉我,他的全面性是包括什么呢? 是验血,这个当然的,他验的血不是我们平时验的几样东西 那么简单,他是把你整体身体里面需要的各种微量的成分都要验出来的 除了验血之后,他要验小便,他会和你做这个心脏的检查 做这个stress test,就是说你去做运动去到某个限度,你的心脏的反应如何呢? 这个是更加详细一点,看你的心脏,不是就这样听一下你的心跳,你的脈搏这么简单的 那么除了心脏之后,他要做一个叫做muscle strength test 看看你的肌肉的量足不足够,有些人好像很大只,但是他没什么力的 有些人瘦猛猛,他也很好力的,那么他的肌肉的运动量,那个肌肉的能量有多少呢? 他要在这方面又要做一个test的 那么这个是生理上的,那么他还要你完结出来,看到报告之后呢? 他会逐个微细问题和你分析,那么我儿子就是吃了很多年素的 那么当然很多朋友说,素是会不够营养的,但是他整体来说 所有的blood test都是很好,只是维他命D是比较差一点 那么所以呢,那里的医生提议,你吃少许的维他命的 supplement 因为我们多伦多冬天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机会晒到太阳 所以在这方面是比较上缺乏少许的 那么他里面的微量的各样东西呢,都是得足分 那么所以呢,在他那方面就证实到素食如果平衡得好 是绝对是不会有某些的缺乏的,那么他除了这个之外呢 他还可以将他的餐单和营养师讨论一番 他会说,我现在在吃这个餐单,你认为怎样呢? 那么根据营养师看他日常的餐单,也会说,你需要加些什么 需要减些什么?而我儿子呢,是很多时候将果汁和蔬菜来拿汁喝的 所以他吃得很健康,他就不是很健康,但是真的挺精神挺健康的 除了这个,他说,还要见一位心理的医生 那这个就是我们平时我经常跟大家讲的 身心灵健康的心灵方面 他会问他很多问题,那他说,我儿子,你问他,医生问你什么? 他说,你觉得你的工作上你喜不喜欢? 你和工作上的人相处会不会有一个不那么融洽的呢? 有没有问题出现呢? 你对工作上你觉得有没有压力呢? 那医生就在他的工作上,看看他所面对的压力的成数有多少 我儿子就说,哦,在十里面大约是2至3 所以医生就说,你会面对得很好啊 所以他在工作上,人际关系方面,他的压力是能控制得到 也不是觉得是那么明显一种承受不了的问题 那迟些我在身心灵方面讲到压力,都会给个表大家 你自己看看你的压力去到哪里? 如果是高了某个数字,你真的要小心面对了 那除了看压力之外,他还会问你和家人相处如何呢? 这个就是我们大家的人际关系这方面 如果你觉得,哎呦,我觉得回家很闷,没有兴趣,不想在家的 即是说,你和家人那种融洽,不是那么闷了 如果你说,我放了工就想回家了,我见到我的家人很开心的 即是说,你的人际关系,家庭的伦理方面,你是做得好 那这方面,如果好的,自然你开心,那你的心灵上是不是很充实了? 所以,一个正确全面的体检,不止看你的身体有没有毛病 而是要关注你对工作上的情况有没有压力 你对家人的相处会不会融洽,是这几方面的 再迟些,我会在新心灵方面和大家逐个逐个分析一下 你们现有的压力指数是去到哪里? 不只是说,掩一下血,听一下心脏,这些 并不是全面性的整体检查,是要兼顾你的心灵方面的 这个是要自己去衡量的,因为我儿子这个 都是要付2500元加币才有一个这样的检查 如果普通,我们去家庭医生或者你做体检 都是关注我们的生理方面的,心理上 遲些和大家再逐些分享